新北市在今天新增了四名确诊个案 其中有一个人是在花旗银行板桥分行的行员 他是在8月4号的时候陪着妈妈去医院 筛检时意外发现属于无症状感染者 而领口发电厂也传出了一名客长染疫 总共匡列了六个人 对此台队跟新北市政府都表示 有按照染疫的SOP来进行处理 花旗银行板桥分行贴出公告 8月5号 6号暂停营业 就是因为4号晚间一名行员 检验出确诊新冠肺炎 银行外的人行道上 人员仔细喷洒消毒水进行大清销 内部也已经完成消毒 不过一连停业两天 许多民众都不知情 我脚卡背 不会担心是到了才发现 发现不方便这样 有听说有人确诊吗 没有 我没听说 会不会担心 会不会担心 新北市板桥这名银行行员 是案15861家住在永和 曾经在7月43号快筛阴信 16号到公司上班 31号回娘家吃饭 8月4号陪妈妈到医院 筛检后发现确诊 银行预计在8月9号恢复营运 另外新北林口电厂 一名电器科长染疫 是案15813为8月3号的个案 匡列了6个人 不过有员工爆料 并没有全面筛检 同办公室有6个人 那不同办公室 但是同客室的呢 总共呢还有35个 总共这41个人呢 都已经做了快筛 那快筛的结果呢 是阴性的 那这个办公室呢 也在第一时间 都已经做了整体的清销 台电也表示 都有按照卫生单位的 SOP筛检匡列 疫情趋缓 不过还是有零星个案 职场管理也备受关注 记者复杂地铃新北报道